图伯列夫TU-144是英法协和诗飞机,在苏联的竞争对手,这架飞机的引擎没有逆推力功能,这就要求在着陆时使用降速散。 1969年莫斯科卸列没结过机场的一架图伏144原型机。 这架飞机长213英尺,一展94英尺。 它的最高巡航速度刚超过每小时1500英里。 1998年,一架图伯列夫TU-144在莫斯科上空飞行,一架经过改装的TU-144飞机在莫斯科附近的朱可夫斯基空气发展中心,被用作超音速飞行实验室。 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,飞机头部可伸缩的压抑是飞机最有趣的设计之一,提供了非常需要的额外胜利。 一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在俄罗斯一架图144上空表演,在莫斯科郊外的朱可夫斯基机机场,一名游客在MKS-2007飞机前拍照。 1997年7月,一架经过改装的图伯列夫TU-144飞机,在莫斯科附近的如科夫斯基空气发展中心进行试飞后着陆,并展开了降速散。 这是一个独特的革命性项目,远远超前于它的时代。 它的创造者首次解决了空气动力学、温度调节、自动化、控制系统、稳定性、可靠性、导航、航空材料等领域的大量科学和技术问题。 苏联的设计师和科学家从第一架TU-144原型机的试飞计划中,获得了足够的空气动力学数据。 TU-144支建造了17架,目前只剩下少数几架,大多数已经报废。